前往这个奥地利的英斯布鲁克 英斯布鲁克的名字怎么来的呢 英斯布鲁克在德乙上认为 德乙上称为叫英河上的桥 因为英斯布鲁克的这个市区里面呢 有一条抹青河叫做英河 但奥地利是整一个欧洲板块呢 最注重孩子因业肃养 在这个奥地利这个地方 我们讲我们国内人 从小一些会打拼发球 你们可以拍拍右手 看着都很舒服 但是给你们在这里住个几片 你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奥地利 那我们今天的目的地呢 是英斯布鲁克 然后等一下呢 还能够看到美丽的阿尔卑斯山 英斯布鲁克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英斯布鲁克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英斯布鲁克 最主当时跟这个奥地利国王遇见的地方就在这里 那所以我们今晚就坐这个火车去奥地利维远纳 这个火车就通往奥地利维远纳 请我帮你放开车 免费 我们坐了一整天的车 我说终于从意大利已经到达了奥地利 那么现在呢 我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呢 就是奥地利的第五大城市 英斯布鲁克 那么在这里呢 不要小看它 只有18万的人口 但是呢 它居然是奥地利的第五大城市 那么它也是世界 这个居民的幸福指数最高的一个城市之一 那么这里的人们生活节奏都是特别慢的 英斯布鲁克呢 同时也是西西公主和国王邂逅 还有生活过的地方 不要问谁啊 我再来 我爱上花鱼 嗨 大家好 那么终于来到了奥地利的英斯布鲁克 那么英斯布鲁克这个地方呢 最出名的一个景点就在我的身后 这里就是英斯布鲁克的黄金屋 我们看到啊 为什么它叫黄金屋呢 屋顶上面呢 有2700多个金片而组成的这个瓦片 然后呢 是以前的这个公主曾经到过的地方 然后呢 这个英斯布鲁克这个城市呢 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这个意义 就是西西公主和国王当年呢 就是在这个地方邂逅和生活的 那么现在呢 就带大家看一圈 我现在在的这个广场 非常非常的漂亮 奥地利呢 其实它的这个发达的程度 比我们之前在的意大利还要更加的繁华 那么从它的这个建筑我相信 大家也应该能够感受得到 这里是不要小看这里的人口只有18万 但是实际上它是奥地利的第五大城市 而且呢 这个城市还有一个特别 这里的人们的生活指数 是全世界知火指数最高的这个国家之一 我们的下一站呢 将会带大家去到 瓦罗斯奇 瓦罗斯奇的这个总部 那么等一下呢 就会带大家 看到这里总部 应该是听说是金碧辉煌的 这个水晶的所在地 现在在我身后的就是著名的 因斯布鲁克的黄金屋 那么屋顶上呢 有2700多片的瓦片而组成 那么接下来呢 带大家环绕这个美丽的广场一圈 就可以看到这里有美丽的建筑物 在后面呢 就在后面的一段时间 就被形成了 当时人们来看歌的一个表演 在对面呢 在对面呢 当时在这边的时候 那个圣布鲁克的样子 相传了当年的黑市民市场 这个地方 他们就在那边 那我们等一下 我给大家 嗨 大家好 那么现在在我身后的 就是著名的 斯华洛斯奇的总部来 今天要带大家来看 人造水晶的 斯华洛斯奇的总部到来 哇 这个是用水晶做成的 美人鱼 有一个水晶做成的超人 猫和老鼠 很可爱 这是兔八哥 太漂亮了 哈哈 这里还有 冰雪女王里边的小雪宝 这是橙橙最喜欢的 蜘蛛侠也用水晶做出来了 用水晶做成的米老鼠 米米和米奇 黄老鸭 啊 感觉到圣诞节快要到了 阿拉丁神灯 用水晶做成的花 各种各样的水晶饰品 琳琳满目 好多哦 哇 水晶的楼梯 刚才呢 在楼上选了一条项链 人动买一条项链送给妈妈做礼物 好 我们现在去洗钱 你用我的烤链刷 这个 来 我们逛完了索斯基之后呢 要继续我们的下一站 哇 接下来呢 那我们就继续的来看一下 因斯布鲁克 这些特别特别漂亮的建筑物 哦 因斯布鲁克 看不完 艺术鲁克 这种 对 可以了 没事 挺好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是我第一次走上了这个彩虹的人行横道 奥地利英斯布鲁特的夜景 这是一个市面环绕着山的城市 这一条漂亮的夜景 我们的晚餐已经来了 我们有大虾炒和粉 豆腐青菜汤 印尼炒饭 还有鸡丝炒米粉 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的酒店 洗手间 这边还有一个房间 一共两个房间 我们这里还有一个阳台 这边还有一个房间 我们下个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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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